拥有梅西的迈阿密国际,真正体验到了飞翔的感觉。 梅西加盟之后,迈阿密国际夺得对时首冠联盟杯冠军,杀进公开杯决赛。 梅西的MLS首秀将在纽约时代广场直播。 梅西在球场上狂飙,也给迈阿密国际带来滚滚裁员。 专业的体育财经媒体Sportico报道, 迈阿密国际商务总监哈维尔·阿森西, 透露了2024年俱乐部的营收计划或者说是能实现的目标, 俱乐部的营业额将达到2亿美元。 创造美直联历史上,单一俱乐部的收入记录, 一家足球俱乐部年营业额2亿美元,这在全世界是什么水平? Sportico指出,以2021到22赛季为例, 仅有33家足球俱乐部的年营业额达到2亿美元。 整个美洲只有一家,来自巴西的弗拉门哥, 梅西的到来,点燃了迈阿密的球室,也带着MLS起飞。 迈阿密国际的比赛,成就了美国足坛最火热的门票。 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,观众都想一睹球王的风采。 平均价格超过500美元一张的门票, 经常在数分钟之内售庆。 比赛日门票收入是增长点, 赞助商收入的提升也非常可观。 Sportico透露,几年之前, 迈阿密国际和赞助商签订合同时就规定, 如果有拿过多次金球奖的超级巨星加盟迈阿密国际, 赞助商需要提高赞助资金。 尽管,当时迈阿密国际的合同中, 没有点名是梅西, 但合同双方默认的超级巨星只有两位梅西和C罗。 如今梅西加盟, 赞助合同需要重新谈判了。 迈阿密国际球衣赞助商Exto也将追加赞助费用。 迈阿密国际和该赞助商已经达成, MLS历史上最重量级的赞助合同之一。 不过, Exto的发言人拒绝透露详细的赞助金额。 Exto与迈阿密国际的合同明年到期, 迈阿密国际将寻找新的球衣胸前广告赞助商。 此外, 球场的冠名权等商业合作也在推进之中。 Sportico指出, 迈阿密国际2022年的营业额大约是5400万美元, 这在MLS属于中等水平。 排名榜首的亚特兰大联营收1.03亿美元, 几乎是迈阿密国际的两倍。 梅西的加盟, 让迈阿密国际年的营业额达到2亿美元, 增长270%。 2022年, 迈阿密国际的品牌估值为5.85亿美元。 排名, MLS第10位。 随着梅西的加盟, 迈阿密国际的市值暴涨。 俱乐部老板豪尔赫马斯透露, 明年俱乐部的市值能达到13亿至15亿美元。 好,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 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。 谢谢大家。